今集我和Jacky會帶你們去到 大家最熟悉的西班牙首都 馬德里 品嘗西班牙皇室自愛菜式 還會去到入選見歷史大全 歷史最悠久的餐廳 接著吃得好, 齊齊向馬德里進發 馬德里, 可以說是西班牙美食的總會 著名餐廳特別多 不同地區的傳統菜式 都可以在這裡找到 我們剛剛到達 Jacky, 不如讓我帶你去試 先試一個馬德里的傳統早餐吧 這間店鋪每天九點半就開門 為馬德里人準備一份份 又溫暖又滿足的早餐 店鋪開門不夠十五分鐘 就已經坐滿了人 每個人都是為了這份早餐而來 到底這份早餐有什麼吸引呢 其實不同地方吃的早餐 都有不同的特色 像我們香港人喜歡吃白粥油漬鬼 對, 這裡也有類似油漬鬼的東西 但是配一個熱朱古力醬 對, 沒錯 這個有分兩個類型 一個是Buras, 比較粗 這個就是Churros, 比較油 加上糖霜就完美 嘗嘗 好, 嘗嘗, 嘗嘗 好, 嘗嘗 不單是樣子像油漬鬼 連味道都很像 只不過有一個熱朱古力醬吃 除了它像一個早餐 我覺得它像一個甜品更多 冬天吃得非常適合 因為它很有熱量 味道真的不太甜 而且朱古力剛剛好 有一點熱, 學校和我都很舒服 對, 吃完這頓有熱量的早餐之後 不如出去嘗嘗其他東西吧 好… 馬德里除了是美食之都 還是不少遊客首選的旅遊熱點 市內有不少景點, 也值得遊覽 像這個就是阿拉卡門 也叫馬德里的海船門 是在1769至1778年建造 至於這個大廣場 就是建於1620年 是以前進行皇室典禮 祭祀和鬥餓的地方 現在就是商店、餐廳和酒吧的集中地 周圍遊覽之餘, 我們也不忘賺吃 其實在馬德里市內 你隨處都可以找到餐廳、食肆 我們就特別選了這間 有23年歷史的餐廳 據聞沙巴牙皇室特別喜歡這間餐廳 還經常來光顧 除了皇室, 連很多國家元首 娛樂名人都來過 他們還想留戀 這麼多知名人士都冒名而來 讓我們也馬上嘗嘗這裡的招牌菜 我們先吃一口 這間餐廳也不是煮很精緻的菜 它會煮比較家庭式的菜 對, 像這個, 薯仔蛋和燜牛肚 森巴牙皇室很喜歡吃這兩個菜 而這道菜很有名 很多米芝田三星的薯司 特地在這裡嘗嘗 對, 不如嘗嘗吧 好 薯仔蛋對我來說不是很大的 加密力, 只是薯仔和蛋 比較簡單 比較簡單 對 這個好吃 骨汁比較重 吃吃吃 吃起來, 淡淡都是牛肚 這碟菜有豬腳 豬腳膠質比較重 吃起來口感比較黏 真的很好吃, 果然名不可傳 我們中國人燜牛肚 就用了花椒、八角 西班牙人洗完鹽、醋和麵粉洗乾淨 加上丁香、洋蔥、蒜頭和奶油炒 連洗連炒, 整天都這麼嚴重 難怪這麼入味 還有一點辣味 多了一點蔬菜的味道 都…很適合香港人口味 燜牛肚還有血腸 嘗嘗 我沒試這個薯仔蛋 好嗎? 嘗嘗 這個西班牙的血腸, 我也第一次吃 這個蛋很簡單 想不到雞蛋配薯條, 很好吃 血腸比較鹹 還有很多內臟的味道 味道挺重的 這個要配麵包菜才會比較容易入口 不是我們很多香港人吃的口味 對, 我也喜歡吃牛肚會更多 我覺得不錯 我只會比較喜歡這個 在這麼多西班牙美食之中 相信最多人熟悉的 一定是西班牙的下酒小食, 塔巴斯 塔巴斯通常都是小碟 讓你可以叫到幾款不同口味 而在每一間塔巴斯酒店 都會有不同的招牌塔巴斯 其實塔巴斯的發源地是在南部的Sevilla 那裡有一間在1670年開業的塔巴斯酒店 而這間店 還有沿用傳統的紀錄方法 當客人點菜 就將塔巴斯的價錢用份筆寫在桌上 讓客人吃完才一次過計算 來到這間這麼久歷史的塔巴斯酒店 我和Jacky就叫了幾款塔巴斯來試試 這些地方真的很放鬆 對, 而且很熱鬧 西班牙人喜歡下班或有空時 找朋友來這間塔巴斯酒店 叫幾碟塔巴斯 大家喝酒, 聊聊天 這個酒是桑菊 桑菊是用玉桂 加一些檸檬、果汁、水果和紅酒 好的 挺開胃的 是 還有一點… 一塊兩塊 是, 酸酸的 還有一點像… 柑柑, 但有… 柑柑 對, 有一點酒精 對, 酒精不太重 可以適合很多人喝 現在我介紹一個享美式 這是芝士, 平常的臘腸 這個味道真的很好吃, 你先嘗嘗 挺香的 不過腸的比較多韌 麵包也不錯吧 這個可以炒做好味 你先試這個炆牛肉 好 挺軟的, 應該是牛腱的部分 有些薯仔、青椒, 還有香草 配麵包、意粉、粵飯, 也不錯 對… 香草的香味, 加上薯仔、蔬菜的香味 有點像中華人炆牛肉 這個外國式很喜歡這樣煮 現在介紹這個 這個叫白芽生 我們之前聽過, 是不是 這個用番茄做的, 炆得很軟 而且這個很散 坦白說, 我覺得有點像罐頭的味道 這是菠菜 這是菠菜? 是 對, 如果在香港炒成這樣 就炒得很硬 但是他們喜歡把菠菜炒得這麼軟 這麼爛 對… 這些是很基本的菜 在西花牙最喜歡的就是這個 他們用了咖喱、橄欖油 還有一些磨碎的香料的粉 這樣炒 挺特別的 讓我嘗嘗一下 是 是不是有點辣的? 對, 有點有點辣的 是嗎? 對 對 是不是? 餓得也挺好的 是 雖然塔巴斯發原地是在Servilla 但是在馬德里也一樣有得吃 在馬德里, 我們就找了這間塔巴斯巴 據說, 它是全馬德里 最受歡迎的塔巴斯巴 讓我們又嘗嘗 南部和馬德里的塔巴斯有什麼分別 西班牙人來的塔巴斯巴 就等於我們香港人去茶餐廳 有杯奶茶吃一碗餐蛋麵 但當然西班牙人吃的東西不同 就像有番茄、吞拿魚沙律 這個湯叫做Samoleo 這個類似番茄凍湯 但又不是叫番茄凍湯 因為做的時候加了很多麵包 所以是比較稠 這個麵包夾上火腿、芝士和番茄 很美味, 嘗嘗吧 嘗嘗吧 這個不多說了 因為這個大家都猜到 番茄、吞拿魚和膠腩油 我先嘗湯 我想嘗這個, 鹹安 脆脆的 平時鹹安是生吃的 這個就是加熱了才吃的 不錯, 很脆 味道有點酸, 鹹鹹 裡面有雞蛋, 有火腿 味道很濃稠, 味道很不錯 但我覺得它像一個布甸多 像一個湯 食物的味道很簡單 但對於當地人來說 就等於我們香港人的茶餐廳 很日親切 香港茶餐廳是一杯凍的茶 這裡有特飲提子蘋果汁, 吃吧 吃了飽子, 好 吃了一些香氣, 吃了一盤 餐廳, 吃了一盤 住嘴, 吃了一盤 吃了一盤五月才 他吃的頓飯 吃了一盤一盤 我吃了一盤 那盤是飯吃了一盤 吃了一盤一盤 我是鵝堂香 好, 我吃了一盤 我吃了一盤 可是我吃了一盤 我吃了一盤 現時西班牙的橄欖油產量和出口量 都是全球之冠 因為西班牙的氣候和土壤 都很適合種植橄欖樹 所以經常都可以看到 整個山頭都種滿橄欖樹 難得來到西班牙 當然要見識一下橄欖油的製作過程 所以接下來我和Jacky 就去到其中一個生產橄欖的城市 Cordoba 在科爾多瓦,其實有不少橄欖園 而我們這次就去參觀 一個家庭式經營的有機橄欖園 這個橄欖園距離科爾多瓦市中心 大約一個小時的車程 途中經過一個有一個 種滿橄欖樹的山頭 是不是很壯觀呢? 我們這次參觀的橄欖園 是世代相傳的 現在的老闆已經是第五代傳人 雖然這裡規模不算很大 但就出產高質素的有機橄欖油 在這個橄欖園裡 還種了一些有二百年歷史的橄欖樹 加上有機種植 所以做出來的橄欖油 味道和品質都有一定的保證 而要做橄欖油 第一個步驟就是採摘橄欖 所以老闆就親自帶我們去橄欖園 看看工人採摘橄欖的情況 真是厲害了 你看,幾秒鐘 這個橄欖油就可以得到這麼多橄欖 對,如果是震動的長桿 雙科樹很快速搖 令橄欖全部震下來 對,而且沒那麼多鹽 平時一炸就有很多鹽 這個已經散掉了 對,相對用人手去炸 效率就快很多 對 效率高很多 很多 是的 整個炸都是 這就是剛在樹上搖出來的橄欖 現在業廠最發達了 對… 很新鮮吧? 是的 看,很新鮮 而且也很大粒 看完橄欖園 老闆娘就帶我們去參觀 他們的小型工場 據老闆娘說 由於他們不是大規模製作橄欖油 所以是用常溫壓榨橄欖 零榨出來橄欖油的酸度是0.2度 比普遍的初榨橄欖油 0.4至0.5度的酸度略低 品質比較優勝 每年這個橄欖園 只會出產約四萬公升的橄欖油 真的可以說得上是重質不重量 一場來到 老闆還未教我們 試橄欖油的一套方法 先把橄欖油放進去 手的腰部呢? 手的腰部 將它… 捏著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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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把它開出來 聞 很香 對 對 水沒有味道 對 對, 碎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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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碎片 碎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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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碎片 現在就試試 然後喝一點來試試 對 他說用泥尖 泥尖 然後慢慢讓它漏在喉嚨裡 不要太多, 泥尖有一點甜味 然後放進去, 味道會比較鹹 對, 而且我聞不起來 而且用舌頭感受到的味道 真的有一種水果的味道 很豐富的水果味道, 也很香 而且很天然的味道 我們的水果味, 如果品質不好的橄欖油 聞起來就有一種金屬味 而且味道大酸 如果橄欖新鮮炸下來, 馬上煮 聞起來就有一種煲味 老朋友說, 為什麼不用用透明的杯 因為油本身的顏色根本不重要 最重要的是橄欖油本身 聞起來有種香氣和味道 想不到要鑑上一個橄欖油 對, 其實挺有專業的步驟 所以這個方法可能比較傳統 但也是非常值得去學習 謝謝 謝謝… 原來試鑑欖油 也有一個這麼專門的學問 雖然現今商業社會 很多產品都是大量生產 但是這裡的老闆 依然堅持一種傳統和有機的方法 生產這麼高質素的鑑欖油 現今商業社會好像只有遮鏡和學習 吃完橄欖油, 我們又回到馬德里了 在去下一站的途中 我們就經過試鑑一個著名的景點 這裡是布爾塔德沙 是西班牙的租心展 馬德里是傳統習俗 過新年的時候就會來到這裡 在午夜之前的十二分鐘 就會吃十二粒蹄子和喝日杯香檳 吃蹄子和喝香檳? 真的嗎?挺特別的 看完景點 我們就來到這間入選建歷史大廚 全世界歷史最有搞的餐廳 這間餐廳從1725年開業到現在 總共有282年歷史 就連大作家凱明威 都曾經在著作裡面提到這間餐廳 現在店裡的裝修和擺設 大部分都保留著開業時候的原貌 讓客人來吃東西的時候 都可以細意欣賞餐廳的環境 除了裝修沒變, 餐廳的招牌菜 都一樣沒變, 都是西班牙燒乳豬 這間餐廳最有名的就是 西班牙的燒乳豬 師傅剛剛接近, 趁機會偷看書 師傅做燒乳豬 一定選用四個月大的乳豬 而第一個步驟 就是先將蒜頭、洋蔥、百里香 湯葉、番茜、白酒和水 做成的醃料, 淋上豬肚上 然後就可以放進燒爐裡燒 大約需時兩個小時15分鐘 而燒到一個小時左右 師傅就要將乳豬拿出來反轉 再在豬皮上塗上豬油 目的是令豬皮燒得更香脆 燒這隻乳豬 除了時間與掌握準確之外 連用什麼木來燒都很講究 據師傅所說 他們是專用由地中海利的醬木 燒出來的乳豬 就會有一種獨特的香味 在吃乳豬之前, 先試試湯吧 這隻是蘇巴加斯蒂安 這隻已經超過幾百年歷史了 對, 做法很簡單 用橄欖油, 包上蒜蓉、火腿、麵包 然後加水和紅椒粉 轉十多分鐘 然後打在上面, 再烤四分鐘 就完成了 好, 味道不錯 味道不錯, 但味道比較簡單 沒廣東老火湯那麼濃 還有麵包吸收湯 跟廣東湯的吃法很不同 這就是西班人的特色 配合蛋黃, 很好吃 對, 令麵包更滑 麵包有一點咬口 還有一點香蕃 這塊就是香蕃 湯有點鹹 魚豬等了很久 漂亮 魚豬 嘗嘗嘗 嘗嘗 西班牙的燒魚豬 好, 謝謝 我多看一次吃 肉質比較厚, 又很滑 而且軟熟一點 味道沒有廣東人醃魚豬那麼複雜 味道比較簡單, 但很香香草味 我們平日香港人吃魚豬 其實喜歡蘸魚豬醬、砂糖 把燒完魚豬的汁淋上去吃 比較多汁 比較濃郁 西式很喜歡配薯仔 薯仔 但我嫌它的皮 好像沒有中國魚豬那麼脆 薯仔配魚豬, 真好吃 這是西班牙人的吃法 對, 跟中國魚豬的吃法 它分別挺大 是西班牙的另一個吃法 你不試過薯仔? 對, 像豬豬吧, 吃薯仔這麼飽 其實做燒或焗的菜式 步驟簡單之餘 材料可以任意配搭 這次我選了這個材料 教大家做一個燒的菜式 這是西班牙茄子 樣子很有趣 有點像日本的溫室茄子 西班牙人很喜歡吃 通常是焗或燒 今天教的是西班牙茄子製作的 甜麵醬燒茄子 材料有西班牙茄子 甜麵醬, 直北京田鴨的醬 沙律醬 還有用了西班牙的芝士 西班牙的香腸 首先放茄子, 一開為二 讓它上碟的時候比較漂亮 鑫子千萬不要切斷 因為我想上碟的時候 像一隻茄子一樣 賣相就會比較漂亮 接著就可以把茄子炸完 在炸茄子的時候 我們就可以做醬了 甜麵醬佔三分 然後沙律醬佔兩分的比例 如果你不喜歡甜麵醬的話 麵豉醬大體也可以 因為也可以做到類似的效果 拌勻, 變成咖啡式的樣子 嘗嘗味道, 很好吃 然後我選了西班牙的香腸 這個可以生吃 但如果在香港的時候 你可以用臘腸、火腿 其實喜歡什麼材料都可以放進去 沒所謂 把香腸的衣去, 之後就切碎 好, 可以檢查一下蟻瓜熟味 只要用刀, 很容易刀下去 這樣就夠了, 放在盤子裡 把剛才的醬汁塗進去茄子裡 味道比較濃, 多塗一點 你想清淡一點, 少塗一點 沒所謂的 把芝士撕碎, 放在表面上 如果你喜歡多吃一點 你可以多放進去 你不喜歡吃芝士, 不加芝士也可以 把香腸放在表面上 然後把烏魚熱到大約250度左右 然後把它放進去 焗至芝士溶化和香腸 熱和香脆就可以了 好, 喝杯茶的時間 這碗飯就已經搞定了 這次教大家燒茄子 做法簡單之餘, 賣相又吸引 除非開派對的時候 煮來和一群朋友一起分享 很甜的, 再加上這個香腸 叫做芝士, 會調味道比較鹹 有甜的鹹, 醬汁叫做什麼? 甜麵醬 甜麵醬 再加上茄子的肉, 真的好吃 我們就去完馬德里了 大家是不是也想親自去一次呢? 如果想重溫這集內容和資料 就可以按進這個網址 下一集, 禁廚得吃 帶你去到西班牙的最後一集 和西維爾 我們還會去到當地人的家 學煮家庭式的西班牙海鮮飯 和番茄凍湯 還會去到移情澎湃的Flamingo Bar 和當地人一起再歌再舞 下一集, 西班牙亞族編約定你 在面對, 西班牙亞族 享有為賣的